这个二四路的阳光 哦 现在这么闻了 哦 没有扶梯的扶梯来吃了一个阳光 可以这么闻是吧 场面上已经把它扶梯用完了 我用后续更一个保护 漂亮 哎 你就给我慢慢的走冰车 你说你是不是个演员 我正常打的时候 我希望你走快点的时候 你就给人磨叽 这一步你倒好开局 你就给我油门踩到底了 那这怎么办 还是要先把真哥这一路解决 这也是重弄之重的 我解决这个第四路的阳光 谁敢去吃呀 怎么办 来的都是啥呀 他能硬扛着过去吗 行 行 行 了下路解决了 OK 终于来个人扛的了 怎么说坚果可以做到的吧 我带来一个帮手 一个舞王 没有什么用 就能帮忙挡一挡后排的伤害 但是呢 这一波这个辣椒被保护的很好 最后这个吃 漂亮 这一路解决 very good 好 最后的决战到来了 没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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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直接一个巨人的话 如果能把面前的这些所有坚果砸掉 就好了 跟上一个巨人没问题 面前这个三线的攻击力还真有点高啊 跟了一个铁门怎么办啊 我这个时候不跟东西真不行吧 这个坚果是有魅惑的功效的 那怎么办 怎么办 跟呗 还能咋办 漂亮 大哥 大哥 不能这么来用我的阳光吧 为什么不是这个游泳圈吃 漂亮 还好这两个打不过了 还好还好这一路算是解决了 剩了阳光真不多了 糟糕了 这一路的大伞 我总觉得心里有点害怕 有那么点没谱啊 中路解决 我左三圈右三圈 我直接放 哇 又是铁门 哥哥 我这个时候不要做这种了 漂亮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可以可以可以 还有三次机会 慌什么 先把一路吃了 可以的 直接一个二爷就来了 大哥 大哥大哥 哎你这个东西 就不要吃了